大家好 我是大马真哥 现在在马来西亚的柔佛新山 今天晚上我带大家来 去到一家 比较新山很有名的一家海鲜店 叫大龙虾海滨的一个餐馆 这边做海鲜是很有名的 我们看一下 可能马上就到了 新山金海湾旁边的这个海滨 海滨楼大龙虾 比较有名的大龙虾 我们进来看一看 这里的海鲜是非常新鲜 旁边就靠靠近柔佛海峡 今天是这个商务的机会 有那个新加坡过来的香港商会的会 点菜的话要去那个现场去点 过去看一下 这种都是新鲜的海鲜 现场点 各种各样的新鲜海鲜 非常丰富 看一下 这品种非常多 这种是蒜蚝啊 这些贝壳的一种 这个 然后这点香 不好感觉 这个是 蜀蚝鱼 还有石斑鱼啊 龙虎斑啊 这些都 都有 这是本地龙虾 开放式的 大龙虾这个地标样的 正在靠近柔佛的苏丹皇宫的鞋对面 在近海湾这个银海区 基本上从这路经过的话都能看到晚上看到很清楚的这个大龙虾的标子 所以 里面的房间 里面的包 移民去了新加坡1950年去了 93年当了公民 那我基本是做房地产投资 不是开发商 另外我也有两家房地产中介公司 那我今年开启做了一个 啊 教育顾问的公司 其实我们是跟深圳大学合作的 那现在帮他推那个线上课程 香港人在新加坡有两个不同的会 一个叫主龙会 主龙会是1990年成立的 今年已经32年了 我是他们第五任的会长 当了我是2011年的时候当会长 所以当了11年的会长 这个属于移民团体 香港人这个民间发动的 全世界只是有一家主龙会 那我当了会长之后 主要做很多 比较多的持商公益活动 每个月都有 所以他们都知道 我说1年18厂 那另外 香港商会的属于半观传机构 全世界有48家不同的 香港商会 法拉西亚也有 所以我也是 常常要帮北京那边 去做一些招商活动 现在他们人不能过来嘛 所以只是帮他们做线商 我是在 我们马来西亚罗国州分会的副会长 那我们这个马中总商会 在卓国州 我相信 今年应该是22年 我在里面21年 从创会到现在 然后我们这个商会 大家也知道 我们心上的朋友都知道 女士会里面 几乎20年都是我一个女的 在里面 那我们的商会呢 主要是推荐 马来西亚跟中国 一些就是我们的会员里面 是跟中国有来往生理的 就是上面有贸易的关系 那跟他们的项目 是首单 我们的大王的 旗下的公司 新山最高端的公园 那边的比我 你去看我的房子高一倍 我是32楼 33楼 他们那个会守单 66楼 他是全东西 最高的楼 东南亚第一高公园 1100五万人大 你看啊 他的数据全部都有的 专家中了 专家 专家 专业 会培训 跟답 我和你一心外,在东方尽黑 一天说,朝阳起游落 今夜两侧,还是交流过 我一心关 人工飘泡,只剩下事务 青山温乡群,飘一门飞 东山市飘逝,下远方的结果 年龄上的年龄 你要投资啊,板厂啦,开发啦,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一些课程啊 我们都会尽量的协助来推广 敬我们所有人,好吧 我们也很感谢你今天夜庭过来 李教授,你的功劳,老虎功高 你去推广 他是超忙的,是不忙的人 今天特地过来先来 我放下自己,专陪回答 对哦 不容易 冬虾,大龙虾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哇,今天的月亮这么圆 哇,今天的月亮好圆 哇,今天的月亮好圆 哇,今天这个月亮很圆 哇,今天这个月亮很圆 冬虾也圆吧 冬虾也圆吧 中马商会的王军会会长 另外也非常感谢 来自新加坡 九龙商会的陈会长 的招待 啊,还要 另外感谢我们 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 各位新老朋友的参加 今天的收获满满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